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取消承认台湾的会集 国际奥委会期盼在台湾地区应以推展奥林匹克活动的利益胜过政治考虑 以免打断中华台北奥委会代表团及选手备战未来国际运动赛事 并避免将不必要的情况复杂化 据报道 国际奥委会曾于5月初支含台湾有关方面 表示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议决议 不会核准中华台北奥委会改名 台湾与国际奥委会于1981年签订的洛桑协议并未改变 明定国际奥委会同意台湾地区以Chinese台北为名参与国际赛事 任何名称的改变均需经过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核准 国际奥委会上月中旬再含寻中华台北奥委会有关所谓公投程序及可能影响 并要求中华台北奥委会表明立场 中华台北奥委会16号在其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官方账号刊文指出 所谓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为政治行为 申请更名绝对会影响选手参赛权 中华台北奥委会以维护运动员参赛权议为最高原则 坚决反对以所谓公投干涉本会名称 对于即将举行的所谓东奥正名公投案 中华台北奥委会呼吁民众投不同意 参加过奥运会和亚运会的台湾社机名将林怡君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 呼吁台湾现役运动员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他几乎不要误判行事让我们丧失会籍 不要剥夺我们运动员出赛的机会 并呼吁民众好好支持每一个为了梦想再努力的运动员 所谓东奥公投证明请投不同意 对台湾所谓奥运正名公投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曾表示 国际奥委会已经多次向台湾方面表明 他们反对更改名称的态度 我们也多次表明态度 而且最近岛内体育界和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出来表示 不应该以台湾运动员参加比赛的资格和权益来做政治赌注 台选务机关在选举公报上加注台行政机构意见书 造批意图影响所谓的公投 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违法 但台选务机关认为自己是依法行政提出抗告 还认为法院的制裁挚爱难行 表示已来不及重印公报 据报道台选务机关部理会法院裁定 坚持在所谓的公投选举公报上加注台行政机构意见书 说是所谓的依法行政 而且表示已经引发 现在距离投票期限只有几天了 也来不及重印 台选务机关表示 重印要花一亿五千万元新台币 而且要重新招标 因此不可能重印 对此由所谓公投案领先人痛批 台选务机关在9号就收到裁定书 是故意摆烂 整整十天的时间 这十天的时间是可以去拦阻这个伤害继续发生 但是这十天的时间它完全的不作为 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 你都只是一个推托支持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我们礼拜六就要办理公投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办好 要负起政治责任没有差这几天就对了 谢谢委员指教 你的眼里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人 包括也没有任何的法律 真的 谢谢委员指教 法院裁定违法 台选务机关说法院的裁定挚爱难行 无法收回也无法重印 只好另外发新闻稿 电子公报或是登报 但有明代也提出 台选务机关违法情况下 举行的所谓公投的结果到底有没有效力 高雄市长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国民党籍候选人韩国瑜和民进党籍候选人 陈其迈对决的电视辩论会 19号晚间正式登场 据台湾媒体报道 19号晚间7点 陈其迈团队在民进党及民代 赵天林刘诗芳等人陪同下 身着西装首先抵达会场 而韩国瑜则是白衬衫卷起袖子登场 以蓝绿阵营双方达成辩论会规则 这场辩论分为深论交叉结问 结论三个阶段 在深论开始阶段 陈其迈就直接把炮火 对准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的失言风波 也同时批评韩国瑜形容高雄 又老又穷 国民党的吴敦义主席 他特别用不堪入耳的字眼 去批评花妈市长 羞辱了花妈 用所谓的肥肢肢 大母猪这种不堪的字眼 来羞辱花妈 这个就好像韩国瑜主委 来到高雄 就批评高雄是又老又穷 这个两者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一个是羞辱个人 一个是羞辱高雄 对此话题韩国瑜回应 他自始至终都拜托帮他就选的人 不要出口恶言 所以他完全无法接受 这个指控概括在他身上 至于被指唱衰高雄又老又穷 韩国瑜表示 又老又穷 我的竞选对手 一直扣住我这四个字 可是我的竞选对手 陈其迈委员在今年1月18号的时候 自己直接发表 高雄有四大困难 完全就是你也承认了 又老又穷 只是你没有这么用张力 这么强的字眼而已 我不是要畅睡高雄 不要忘了 我说高雄是一个在睡觉的巨人 民进党在高雄是执政20年来 我们现在高雄 全台湾县市负债第一名 请问为什么负债将近3000亿 这个高雄市民太没有办法了解 另外两人在观光议题上也展开交锋 韩国瑜称 最近两年多 很多观光业者抱怨很痛苦 高雄酒店入住率下降 19家饭店要卖 如何吸引观光客来 陈其迈则再次称 韩国瑜老说高雄又老又穷 走到哪里都在唱衰高雄 这样又该怎么推动高雄观光 他认为观光不分蓝绿 此外 双方还在渔港转型 毒品问题 文化政策 庆赴弊案等多个问题上激烈交锋 在辩论后 双方都各自召开记者会 陈其迈阵营记者会走感性路线 讲到激动处甚至一度哽咽 陈其迈说他已经诚恳地 把对高雄的未来愿景向市民报告 至于表现如何 留给市民打分数 而韩国瑜在记者会上谈及对手表现 他说 陈其迈表现相当不错 但市民对现况是不满的 若大多数很满意 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我韩国瑜 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北新闻观察员诗员 请他就昨夜今晨岛内 有关选举方面的焦点话题 为我们带来他的梳理 诗员你好 管一你好 昨天的这一场 国民党籍候选人韩国瑜与民进党籍候选人陈其迈之间的高雄市长政见辩论会 是成为了岛内的焦点 媒体纷纷用直球对决来形容双方唇枪舌战捉对厮杀 首先呢 两人对于解决高雄所面临困境的说法 就是南辕北辙相互的批评对方天马行空 陈其迈摇紧韩国瑜 抛出的高雄又老又穷说是在唱衰高雄 但是韩国瑜进行了反驳 说有人讲真心话就把嘴巴堵住 永远无法解决问题 而如何带进人潮 前朝来发展观光 让高雄成为岛内的首富城市 则是两人攻防的另外一个焦点 陈其迈片面推卸责任 给停滞的两岸关系 意图通过提及举而共识 来拉抬所谓统独意识形态对抗 韩国瑜对此并不中招 直指陈其迈心中有围墙 自己的心理就没有围墙 所以才能自信地从选举一开始就说 东西卖得出去人尽得来 高雄发大财 这也是韩国瑜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首次表达他对于九二共识的承认 纵观这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辩论会 前半场陈其迈是炮火猛烈 占得上风 但韩国瑜在后半场 却用观光以及连能施政 问得陈其迈是哑巴吃黄连 结论的时候呢 韩国瑜加码追击 打出连能政治牌 宣誓当市长若贪污 就放弃假事官的老死 且政务官都必须宣誓 建立人民对政党政治人物的信任 收获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 两人之间的这些攻防啊 看似是有所得失 但其实呢 这是一把双刃剑 比如当陈其迈嘲讽韩国瑜 连自己户籍所在地 高雄市林园区的渔港困境都不甚了解的时候 众多岛内网友表示失望的同时 更是去质问民进党 明知道渔港有问题 在高雄治理了30年 怎么又毫无改变呢 这一场高雄市长蓝绿候选人的大辩论 到底谁表现的比较好 也成为了岛内社会舆论所关注的焦点 今天台湾中国时报 用韩国瑜赢了风度 陈其迈赢了变才 来点评两人在昨天辩论会当中的表现 认为陈其迈运用在高雄担任公职 20多年的优势 问题是问得细挖动给韩国瑜跳 自称暖男 但是杀红了眼进行攻击 反观韩国瑜诉诸高雄必须变化的愿景 胜在格局比较大 具有市长之资及国际视野 台湾联合报的评论文章也是指出 如果以辩论比赛的评分标准 陈其迈每一句话明显都是有所准备 通过攻击对方不懂的高雄 不断地去凸显自己对于市政的了解 但是如今是一场候选人向民众的面世 陈其迈的整体策略与表现 他们写说完全就像是传统的国民党候选人 甩不堪民进党从上到下施政不利的包袱 只好不断用数字和政绩去包装自己 却显得与基层老百姓隔阂更深 韩国瑜反而像是当年的民进党 私民所思苦民所苦 真的要说格局与突破 没有包袱的韩国瑜 亲和真诚反而是更胜一筹 昨天这场高雄市长候选人证件辩论会 这一公一房之间究竟谁更占上风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选战倒计14天 接下来就看高雄市民将会用自己手中的选票 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是诗员 以上是今天在台北带来的观察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言博士 观音 好的 谢谢诗员 继续来看新闻 对于这次岛内九合一选举 有台湾媒体观察到 国民党传统大佬 包括马英九 朱立伦等人的版面都不多 党主席吴敦义还爆失言风波 伤及选情 现在就有人酝酿党内换血 让新生带接报 跟吴敦义断袍隔翼 因为这位大佬不但没帮上忙 还在关键时刻伤害韩国瑜的震宏气势 就让党内酝酿起换血声浪 他其实没有办法接地气 他的亲和力其实也不够 他其实离民意越来越远 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这些老派的传统政治人物 常常失言中间选民或者前来人选民 他们会认为就是说 我今天投赢韩国瑜 如果韩国瑜当选之后 徒利的反而是 现今传统的国民党的执政高层 话讲白了 只要这些老一辈的继续当道 国民党就很难翻身 获得中间选民选票 这些人包括马英九 吴敦义 还有王金平 部分顺势在这一次选战 退居第二线指替议员站台 这个我不清楚 你去请教专家 我想我们现在最重要是 争取选举的胜选 每对换血呼声 大佬们有点尴尬 被点名接班的 当然就是全旗汉流的韩国瑜 卢瘦燕 侯友宜 以及卖力辅选的江启成 蒋万安跟柯志仁 都被视为明日之星 这个权力结构已经太过老化 那所以呢 蓝军的支持者也好 或者是中间选民也好 他其实非常希望 这些新世代能够去进行一个 接班的一种可能性 不过柳泽勋也坦言 老一辈对权力不曾忘情 如果国民党要摆除成俄形象 不停止宫廷斗争 对这次选举跟2020 都很难有正面发展 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智 最近是被弃保问题困扰 而就在临近选举的时候 有同党籍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 和台北市民政局长蓝士聪 在柯文哲的造势活动站台力挺 引发姚文智不满 要求民进党中央 对陈景俊的行为做出裁决 你会要求整个党中央处理 像陈景俊这样的人吗 这之前也有很多很多局处长 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一并一并处理 炮火之后民进党员 同时也是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 全是因为前一晚 柯文哲造势 副市长陈景俊 和民政局长蓝士聪 都替长官站台支持 但这个行为引发姚文之不满 认为可能涉及到党籍问题 要求党中央做出讨论 但这番话听在陈景俊耳里 他直言又这么严重吗 我不知道他有感受到 什么样的压力 但是我认为说没有那么严重 不担心民进党开闸 不是说不担心 我是认为民进党是具有暴容的一个政党 我认为说不是为了一次的选举 把那么优秀的党员就这样开除 不担心被开闸 陈景俊完全没在怕 然而四年前也曾挺克文哲的姚仁多 如今克律分手改挺姚文之后 他也直算有些人分得不敢进 毕竟四年前还曾经合作过 所以对我们的支持者来说 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这个分手的过程 我认为不要把不是朋友就变成敌人 我以前是中正的民进党 现在也是中正的民进党 针对陈景俊和蓝世聪站台 民进党发言人蔡世英则表示 相关危机情势将由地方党部上陈 再由中央讨论将一程序尽速处理 来关注台中市长选战 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候选人卢秀燕 除了打空污议题外 还打出与韩国瑜侯友宜同框竞选影片 相互拉抬选情 卢秀燕最新竞选广告 设计天前韩国瑜侯友宜来台中时 三人同框拍下的宣传影片 要借助高人气的候选人相互拉抬 除了发布竞选短片外 卢秀燕19号还找来台中地方各派系要决 同车拉票 国民党籍明代 颜宽恒 台中市议员闫立民等都出动相邦 面对对手人气 民进党籍台中市长候选人林佳龙 则是在选前主打告绩牌 除了强调绿营基本盘要拉高投票率 才有机会赢得选举 更强调投票当天还需要看老天爷的脸色 以免空污影响中间选民的决定 涉及到老天爷 他怎么安排 我们就是超市在一起 全力以赴 那也期待 就是我们平常台中的天气的一个状况 不要在投票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而对于对手要不要辞民代 林佳龙表示自己四年前请辞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情 还暗示有的人适合做民意代表 有的人则适合选行政首长 所以还是尊重对手决定 我们不应该套用在每一个人身上 也许有一些人适合做民意代表 那有些人适合做行政首长 那我相信他的任何决定我都予以尊重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居民播出 同时也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 小鸟电动车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19号说 英国与欧盟已就脱欧协议草案的核心内容达成一致 本周内双方将敲定未来关系框架的全部和最终细节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当天在英国工业联合会年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英国与欧盟的谈判不会简单或直接了当 最后阶段总是最为艰难 但适合英国的协议已在眼前 特雷沙梅强调英国将与欧盟及其他地区保持良好的经贸关系 但欧洲仍是距英国最近的市场确保英国与欧盟货物自由流通至关重要 英欧双方商定的过渡期能为企业投资增加确定性 英国与欧盟13号达成脱欧协议草案 这被认为是双方谈判一年多来取得的重大突破 但脱欧协议在签署前仍需英国议会和欧盟各成员国分别批准 而在19号 欧洲议会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党首曼弗雷德·韦伯表示 目前对英国脱欧协议草案的最初评估非常鼓舞人心 非常积极 他称该协议草案将同时让欧洲人和英国人受益 目前英国脱欧协议草案在英国内部引发广泛批评 韦伯对此表示 如果英国现在正在为协议进行内部谈判 那么有一点英方必须清楚 那就是欧洲不会再为谈判桌上的协议再进行任何谈判 韦伯称 现在的协议文本是基于数周的谈判与对话而得来的 英国同僚必须要慎重考虑这一协议草案是否可以获得通过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野门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 野门政府愿意支持联合国野门问题特使 马丁·格里菲斯为和谈所做努力 并将派代表团参加和谈 为野门危机找到政治解决途径 声明呼吁联合国向野门胡赛武装施压 让后者无任何附加条件同意谈判倡议 声明还呼吁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统一立场 坚决反对胡赛武装任何试图拖延谈判或未按时参加谈判的破坏行为 但声明没有说明谈判日期 野门胡赛武装18号晚宣布 停止向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等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愿为和谈停止所有军事行动 19号法国因油价上涨引发的全国抗议活动进入第三天 当天愤怒的抗议者阻断了通往法国三大石油库的道路 其中有两个石油库由石油巨头到达尔石油公司运营 据了解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全法国参与抗议的人数达到28万人 部分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力事件 目前已有约160人被逮捕 超过400人在零星冲突中受伤 抗议组织方称 他们将坚持抗议活动 直到政府决定下调油价 法国总统马克龙自去年上任以来 法国油价特别是汽车用柴油价格不断上升 过去一年来 价格已上涨约20% 引发民众不满 英国媒体19号报道 51岁的前英国传奇球星加斯科因 于今年8月乘坐火车时 涉嫌抚摸了一名女性被控性侵 警方还透露 她将于12月11号在英格兰东北部 杜伦附近的一家法院受审 加斯科因是上世纪90年代 英国足坛最知名的球星之一 但退役之后一直受到酒瘾的困扰 多次入院治疗 好的 接下来又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继续来看新闻 19号下午 福建省体育局在福建省奥林匹克中心 召开了2019东迅动员大会 这次大会不仅是东迅动员 也是奥运会 全运会 轻运会 三会合一备战工作的全面发动 福建省经济体育带着备战三大赛事的信心和决心 正式进入东迅阶段 在今年第18届亚运会中 福建省共有30名运动员参加11个大象 39个小象的比赛 其中12人次获得金牌 8人次获得银牌 4人次获得铜牌 圆满完成参赛人物 福建省体育局局长林作明 在动员大会上指出 今年东迅备战的重点是重在时效 把解决训练难点和解决发展问题 贯穿备战训练始终 并号召全体教练员和工作人员 一定要牢记初心 不忘使命 全力以赴做好东迅备战工作 为祖国争光 为福建争光 为人生天才 为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设 实现福建体育高质量发展 而不懈奋斗 东兴主要计划就是在于 还是针对今年的一些比赛和赛事 去改进一些不足的地方 在东兴当中 就是印度人还要不断地 焊持自己的这个训练水平 和训练基础 这个准备明年的比赛 11月19号 为期两天的第四届海峡两岸 齐天大圣文化交流 继第二届甘菊产业发展大会 在福建顺昌竹香广场开幕 来自大陆 台湾 香港的各界人士 齐天大圣信众代表 和八方客商游客 齐聚顺昌 共襄盛事 19号上午9点 第四届海峡两岸 齐天大圣文化交流大会 正式拉开大幕 此次大会 以齐天圣地 良成局日为主题 在简单的开幕式之后 由福建顺昌县 齐天大圣 信俗文化交流协会 举行了 齐天大圣 民间祭祀活动表演 来自台湾 台中玄天公益 1020位信众 也参与了此次交流盛会 据了解 自2009年 举办首届海峡两岸 齐天大圣文化旅游节至今 该项活动 不仅扩大了 顺昌 齐天大圣文化的影响力 也成为海峡两岸 乃至东南亚 民间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历史久远的东西 不能够给它间断 要一直 挤绊下去 然后一直交流下去 这样 两岸的感情 会越来越深厚 当晚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 大型综合文艺实景晚会 天下大圣 在福建顺昌观景山顺昌阁广场上演 演出围绕着大圣文化 精心设计 编排了乐舞 相声 歌曲等各类节目 进一步展现了 顺昌齐天大圣祖地的魅力 以及传承千年的 齐天大圣信俗文化 好了 今天的海峡舞报就到这了 我是管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